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們所有的節目 本台的Logo 都轉為黑白色 最簡單的原因 我們對 英女王 香港人的曾經仕頭婆 其實現在也不是曾經的 現在 英女王依然是我們很多人的仕頭婆 最簡單的原因 我們拿著本BNO護照 拿著BNOVisa 前往英國 英國 依然是在幫助我們香港人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居住 更加是 這裡的一份子 所以英女王 就是我們的 主權象徵 就是我們的元首 當然 我們拿著BNO Passport 的香港人 我們同一時間 是有兩個身份 第一 我們繼續是香港人 第二 我們也是 英國的國民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會繼續黑白Logo 我們這一節回來香港 跟大家繼續研究香港的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 我們又抓到商界有人想作反 反甚麼呢 反港共政府 港共政府 對於 國內的 所謂 政策 北京 北京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所謂跟著抓了呢 我們再一次去說 就算你按照 北京和中國大陸的標準去說 香港港共政府 正在做的事 根本不符合 中國內地 現在的所謂防疫政策 首先第一 中國內地 並沒有去鼓針的 其實沒有跟你說老人家多些 要打多些針 說老人家多 是不是真的你高一點呀 盧寵茂 說話完全不用引證 出來說了算 還有 誰跟你說老人家多一點 那個地方就要打針 你自己發明 我當你這個說得通 當你真的是老人家多一點 有甚麼理由 老人家多一點的地方 打針的比率就要高一點呢 你告訴我 不是應該老人家多一點嗎 如果你說老人家危險一點 所以這群港共契弟說的事是完全經不起任何的考驗 所以 商界代表出來炮轟港共政府 實在是可以預計的事 到底 你這群防疫契弟 藉著這個 所謂防疫 想封鎖香港 封鎖到何年何月 藍絲會反抬 實屬正常現象 你在蠶食的是他們的經濟利益 這節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經濟能力許好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跟訂閱報章雜誌一樣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的聽眾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不希望大家付費 希望大家就是用免費方式支持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據說 就是在網上 藍絲 做法 好像比內地人更加惹人討厭 英女王剛剛過身 據說內地 就是有很多 內地的網民 說了一句說話 該死的就不死 誰領導人該死 大家心中有數 反而 香港一大群人渣藍絲 就是英女王過身 他們在慶祝 今天也算是奇景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認為 內地網民的質素 比起香港那些藍絲 質素還要更加高 這件事其實不難理解的 國內 有很多大城市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說 大城市比較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其實他們表現出來的 行為 是斯文過 很多藍絲的市井之徒 尤其是香港的藍絲 不學無術 甚麼都不懂 只看大內宣 他們被訓練到 可以用相當之低能力來形容 尤其是現在內地就是 封城檢疫 令到內地有很多 普通市民 中原社會主義鐵拳 他們開始覺醒了 所以 如果 內地的人民的正常聲音能夠出來的話 他們的水平 平均高於你香港的藍絲 其實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細心想一下 你就知道 其實內地如果不是靠 操控資訊 其實靠他的那些所謂戰狼 其實比例不是真的那麼高的 你細心想一下 可能那些戰狼比例 比起香港那些人渣藍絲 按比例計算 其實那些戰狼可能是比例很小的 但是他們控制了網上輿論和聲音 我們回來研究商界如何反抬 這些都是藍絲 不過這些 就是商界代表既得利益者和權貴 這些不是市井草根藍絲 不是那些 要逼地鐵 要搭巴士 當然啦 大部分市民都要啦 那一班 又會 搭地鐵 又要逼巴士 又要 打開 打開電話大大聲播藍絲節目那些奮唱 這次要說的是九龍倉大股東吳光正 他出來 發表文章 這個文章 絕對是炮轟港共政府 他說 暢通便捷 入境解控 香港起跑 他在說 你什麼時候才去解除防控 你從頭到尾 借地鐵 封鎖了整個香港 他也引用 北京的說法 引用習近平 在7月1日 七一講話 裡面說到 香港必須要保持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要保住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 要拓展這個 暢通便捷 國際聯繫 你覺得 整個完全封鎖了的香港 是不是能夠暢通便捷 和國際聯繫呢 而這件事 北京都已經 開聲說了 但是香港港共政府 就是藉著防疫之名 繼續 制止香港和國際接軌 吳光正的文章 就是炮轟這件事 說 暢通便捷 聯繫香港 這件事 絕對不能 討價還價 這個是北京的命令 絕對命脈 也說香港 拜託你 去考慮那個所謂防疫大局 拜託你研究一下那個所謂嚴重性 以及那個常態化 也直接 就是開炮炮轟 拜託你 入境 解除 封鎖 拜託你不要再在拖延時間 雖然所謂香港那個 有所謂感染數字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就是藍絲也知道 藍絲也不覺得跟你說有甚麼驚恐 所謂嚴重 有多嚴重 根本就不嚴重 拜託你 優先處理了保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那個地位 現在不是說你 想不做就不做的嘛 這個是習近平提出的嘛 這個絕對 是香港的這些大商家 的一個重大反撲 因為很明顯現在香港的命脈 其實是被一群土共的垃圾 控制住嘛 這個垃圾就是盧寵茂 正當早前 李家超和盧寵茂就著這個所謂防疫 和11月解封這個問題 就是為甚麼會傳出來 消息會到彭駁 大家想想想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有 爭論過這件事嘛 而盧寵茂這條人渣 是繼續打算封鎖著香港的嘛 當然你問我 如果我覺得 香港應該怎樣 如果從攬炒的角度去說 封鎖 肯定是攬炒 但是 你真的去想想 香港 有沒有必要要掐死整個經濟呢 掐死不止經濟的 掐死很多人的生計 我 個人覺得 我的判斷就是覺得 香港 那個攬炒其實大致上已經完結了 換句話說 我不是不認同攬炒的作戰 但是如果單獨香港攬炒 你不是攬炒整個中共的話 其實攬炒香港本地經濟 對香港的大局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反而如果這段時間 被香港市民優養生息 反而有機會累積其他力量出來 現在的攬炒只是局部攬炒香港沒有用的了 除非真的是整個中國大陸攬炒 整個中國大陸 真的已經在攬炒 所以既然中國大陸也在攬炒 香港稍為放鬆 我覺得不會影響香港的大局 香港一樣會向好 大家能夠做一些生意 累積一些資本 有能力的就繼續離開 其實 獨裁政權 不是他捏到最實的那一刻他會死 他就是捏捏一下 捏緊又放鬆 放鬆又捏緊 之間 在徘徊的時候 那些人才是最想最想反抗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 真的一旦就是香港 現在的防疫政策 稍為放鬆的話 中國大陸就有壓力要解除他的相關封鎖 他一個解 一個不解 就會形成很大的內部矛盾 所以 他如果 就是一下捏緊 一下放鬆 在兩者之間回蕩的時候 這件事對於他的政治 獨裁 鐵碗管治 是非常之大衝擊的 其實 就算他不做 他不做 又不是沒有好處 他如果現在不做 商家頂不順了 你看吳光正出聲 說出來麻煩你 跟海外看齊 麻煩你 不要天天在標榜香港有多嚴重 他們那個 跟藍絲之間的矛盾 其實是不斷不斷正在累積 其實總會是爆發的 所以這個世界的矛盾 不是 用強權 去鎮壓下來的 是不是 吳光正 雖然說是藉著習近平的講話去炮轟香港政府而已 如果我說我看完這篇文章 我非常之痛恨香港政府了 那是不是可以用國安法抓你呢 是不是 所以你們這些乾弟 其實你們真的是乾弟 你們制止香港人 批評港共政府 但是你們自己 當有不滿意的時候 你們自己在寫文章 按照那個煽動 什麼煽動刊物 其實應該可以拘捕的 雖然我覺得你批評沒問題 用我們的標準來說 但是如果你用回 港共政府的標準 你這些批評 一定是違反國安法的 所以 你說港共政府 是不是真的 會動用那個公權力去對付藍絲呢 這個 今天可能未必會 但是 當他們再想掀制住 整個社會的時候 他們有機會會這樣做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上面北京會容許你這樣做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好事來的 商界忍不住啦 要出聲啦 不想讓你在這裡玩弄 那麼 他們的矛盾就慢慢累積 兩個方向都不是壞事 他們 繼續累積的矛盾 只會使得 爆炸的風險 增高 他們在說 如果現在要放鬆防疫政策 這個 對於香港人來說也是好事 爭取鬆綁的機會 到時香港鬆綁了 又輪到內地人民不滿了 你看看香港也鬆綁了 甚麼事 我們整個地方 整個城市要徹底封鎖 甚麼原因 人家在開派對呀 七人攬球賽呀 我們天天做核酸 所以 各方面的矛盾 我都很贊成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